全国地价税开征台北市公告地价税调幅30.38% 学者表示今年各县市普遍调幅大约在三成 相较于往年的确比较高 全台开征地价税北市公告地价调幅 相较于过去三年平均增加30.38% 六都居中以台中市38.25%为最高 其次为桃园34.56% 北市为30.38%为六都居末 但地价税金额还是让民众很悠感 台北市的平均地价本来就比较高 虽然它涨幅最低 但是如果你算实际金额 我猜还是六都最高的地价 地价税集算方式为 宣报地价乘以客水面积乘以客水税率 以指标豪宅地保为例 地保今年公告地价为每平方公尺37.7千元 相较于过去三年多出93% 宣报地价为30万元 倘若居住户持有地平为80平方公尺 使用税率千分之二 今年一脚招的地价税为4万多元 相较于去年多了2万3千元 有感是来自于这一次的调幅特别的大 房价涨得太高 投机炒作太凶 都归咎于持有成本太低的因素 所以有另外一种声浪 是希望这个持有税 包含地价税跟房屋税都可以大幅度的调升 去抑制这个炒房的部分 本市府开振88万余户 其中自用住宅户数为50万余户 这50万余户中的七成因缴税额为4千元以下 客户者表示让少数的大地主多缴税 自用住宅税不要增加太多 以免对市民造成庞大负担 新唐亚电视卢天强 张云廷 台湾特别蔡富博多